十年之前 陈女士和张先生遇见了彼此 他们都觉得相见恨晚 彼此没有什么知识 也有共同的语言嘛 陈女士困难时期 张先生的全新付出 让他们的感情日渐升温 立马就叫他弟弟打了钱过来 但是我还跟我姐说 他已经很不错了 对我们已经做到人之一尽了 可十年之后 他们的关系却依旧止步不前 他你到现在就是这样态度 他说结婚也是一张纸 十年的等待 耗费了张先生的耐心 今天他来到金牌调解 只为要一个答案 今天调解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马上我等一下就走了 而陈女士犹豫不决的原因 也很明确 因为我们现在压力很大 我自己事业在哪里都不知道 陈女士在现场置地有声地表态 没有面包的爱情 我不要 只有你经济条件好了 才有感情存在 这让真爱至上的张先生无法接受 这样一直纠结下去 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再谈情就更伤感情了 你知道吗 爱情和面包摆在眼前 究竟该如何抉择 观察员们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童话里的那些爱情故事之所以美好 那是因为童话里的人物他不需要工作呀 生活幸不幸福 钱不是最主要的 如果说有人要批评他是拜金啊 现实啊 图钱 我觉得这不公平 面对这样一对相爱容易相守难的当事人 金牌调解团队能否帮助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寻出路 相识相知相恋了十年的他们 能否在今天有一个结果 我们的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陈女士和张先生 我们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诉求 因为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打算结婚线 我是想两个人求和在一起最好 没办法的话我们又分开了 这个没办法是你这边没办法 还是他那边没办法 他 如果他今天不接受你打结婚证这个要求的话 又分开了 陈女士的诉求 在我心里面我想说我们结婚是可以是吧 但是要做到一定的这种条件 因为我们现在压力很大 根本没有心事去考虑这样的问题 我们还处于创业这种阶段 我自己事业在哪里都不知道 但是他完全就没有把这种心事放在真正的说去创造条件 天天只是用语言上攻击我 用这种方式来约束我 你们两个人认识是多久的事情了 十年左右吧 在一起呢 以男女朋友的关系相处有多久 差不多有两年嘛 但分开了差不多有五年 但是前年又在一起 经历过一次分手是这意思吧 对 张先生坚持要结婚 可陈女士认为经济条件还未成熟 一直在犹豫愁愁 相识了十年之久的他们 仍旧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 这不禁让人感慨 因为回想起他们的相遇和相识 其实是两颗受过伤的心遇见了彼此 我当时也有二十几年了 我女儿大概三十年 老婆就走了 我是95年 我老公出车祸了 更难得的是 他们相处愉快 精神契合 彼此没有什么居士 也有共同的语言嘛 在点点滴滴的相处之中 他们的感情也日渐升温 可几年后 陈女士就因孩子工作的变动 离开老家来到合肥 想要投资赚钱 令张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两人的分离 让他们原本日渐稳固的感情 戛然而止 孩子高中毕业之后 出去上班公司的经理 在合肥投资 把我孩子带去了 然后孩子叫我去投资 接下来我就叫我姐去了 到后来的话 做不下去 我们都缺资金 我姐就说 要我留在那里 她回来想办法支持我 然后我就向她借 我跟她说 是我姐需要钱 她借了吗 借了 然后呢 我跟她说 要年底才可以还你 后来结果 还不到半个月 就要找我 要我把这两万块钱拿回去 就是说你欠我的钱 必须发给我 可是你们不是商量好了 年底还吗 不是 我当时候电话打她 跟你按掉 按掉 不接你电话 突然这样吗 突然这样 在借钱之前都不是这样吗 没借钱之前 她电话打是有接的 没有 存不存在这个变化 不存在 在我思想里 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 你自己在借钱给她之前 和借钱给她之后 你的心态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有啊 我说最好你希望你又回来 你不要搞这个 我说不能做的 也就是说 压根你就不支持她 做这件事情 对啊 那为什么还借钱给她 借给她也是没办法 像那男女朋友 你说不借 她就是因为这个钱的问题 没有钱 碍于情面 没办法 对 她后来一直吵啊 她说是因为你开始 半个月就催钱了 有没有 没有 因为吵架 一直吵 吵不回来 我说你不然话你钱还给我 我做个了结就算了 做个了结是什么意思 我当时还不想回首 我是要她 你最好又回来 其实是想给她施加压力 让她回来不干了 对 你明白她的意思吗 我不接受 你当时真的反对的话 你就不要借 当时这么做 最伤我的心 是对我结 这样子的态度 如果对我 我还能接受得了 你不能这样子 对待我身边的亲人 我姐 就是立马 拿了两万块钱 我姐跟我说 这种人 你可以放弃 你心里怎么想呢 我心里面就很生气了 那个时候 彻底就死心了 立马拿黑 还没给钱之前 我还跟她说过 只要我把这两万块钱给了 我就立马给你拿黑了 也许是张先生心中 不知该如何向陈女士 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他通过追债的方式 想让陈女士 放弃在合肥的生意 早日回到自己的身边 可还没等张先生 回过神来 他就被陈女士 给拉黑了 本以为 两人会就此 渐行渐远 重归末路 可直说的张先生 却不愿意放弃这段感情 尽管陈女士 从未有过回应 他也没有停止过 对她的联系 后来跟我短信 两个人有沟通 不是已经都拉黑了吗 短信发过去 他可能会看见 有回应吗 他六年之间都没回应 这六年 你还在一直坚持 给他发吗 偶尔偶尔有发过 一两次一两次 是放不下他呢 还是想再有一次机会呢 还是想只是祝福你呢 我也想是再有一次机会这样 这六年来 你看到他发的那些信息 或者看到他的未接电话的时候 心里是什么想法吗 我也在心里面低谷 如果是放不下我 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是在看我笑话 是另外一种态度嘛 有点好奇就接了 他就是跟我说 他自己那边的情况 没有了解我更多的那些情况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他心里面好像是在跟我表白 想跟我走得更近的那种 你得出结论是 他应该是还没有放下你 而不是等着来看你的笑话 或者看你的发展 对 但是一开始接这个电话的时候 我还是拒绝他 我就说我们根本都 没必要再联系了 为什么 没多大意义 时间久了 没在一起了 反而觉得有点 彼此的想念对方 但是在一起久了 又有跟你吵架 我说还不如各自过各自的 更自在一点嘛 张先生长达六年的坚持 未能打动陈女士的心 相见不如怀念是他的决定 可没过多久 张先生的一个表态 扭转了陈女士的态度 那个时候他有一种想法 那个时候他就问我说 在这边能不能找一个门面 开超市 资金方面没多大问题 他三十至五十万之间嘛 你内心已经接受了吗 嗯 是这个三五十万的资金 产生的小超市打动了你呢 还是他这个举动背后的 什么意义打动了你 他现在条件好 我也可以找个依靠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还是处于那种困难期嘛 假设他没有提出来 我这边可以开个小超市 有三十到五十万的资金 那你的决定会怎样呢 那个时候还只能各自过各自的 没有条件的话 我们根本不能生活在一起 所以对于你来说你们要重新在一起 物质基础这一方面 必须也有业务 陈律师的态度很明确 任何一段感情的存在都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支撑 因此虽然后来未能找到合适的地段 超市的计划并未能成型 但是张先生这样的表态 已然让陈律师原谅了张先生此前的行为 没过多久张先生就向他提出 希望他们的感情能更进一步 他就是要我回家跟他见面 此时的陈律师并未完全接受张先生 他决定给张先生设定一个考验 借着这样的机会 陈律师试探着向张先生借钱 而这金额和上一次造成两人分手的金额 一模一样 是两万元钱 与你来讲 这六年他不间断地联系你 对你来说并不代表他心里有你 但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能拿出两万块钱 给你买这个保健品 就能证明他心里有你 我看他的态度 试探的结果是什么呢 试探的结果很好 就是说他同意了 同意了 我更进一步地认可他了 肯定了这个男人可以依赖 对 孩子当时就跟我说我自己做决定 我在排阀在犹豫当中 经过那个时候两万块钱打过来 我就决定我要回去一趟重新接受他 张先生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出于什么你愿意借给他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电话来都有多少多少都有点感情 出于感情 对 钱也借了 东西也买了 接下来我就回来了 重新在一起了 对 那时候刚好孩子打电话回来 他说妈能不能帮忙想办法 帮我借点钱 两万 打了这个电话之后 他就在身边 我说能不能想办法借点啊 他说要多少 我说三万 我是多要了一万 为什么 当时我身上也没有多少钱 他给的两万都拿产品的嘛 留一万放在身上自己 你有跟他说明吗 孩子只要两万 没有在他面前我不想让他知道说我身上没钱 是你的自尊心呢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对 借了吗三万 借了 立马就叫他弟弟打了钱过来 这个举动打动你了吗 有 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提高了 其实是提高了 感觉他也比较信任我们这样子嘛 但是我还跟我姐说 他已经很不错了 对我们已经做到人自益尽了 这个时候你有想考虑结婚这件事吗 有啊 我提出来他说过一段再说吧 过一段再说 还是这个态度 他你到现在就是这样 他说结婚也是一张纸啊 一号我老爸检查来说是癌症 我说你在我父母有生日年 你又给我做个留情 两个人会在一起就在一起 不在一起就算了 父亲检查出癌症 你更希望在跟他的事情上 有一个答案了是吗 对对对 他的态度始终是很含糊的是吗 对对对 一次又一次地借出了钱 一次又一次张先生通过了陈女士的考验 可是陈女士仍旧是没有同意张先生 想要结婚的请求 倍感失望的张先生 开始向陈女士索要那些借款 这一行为让陈女士心中 对张先生的好感所胜无几 他认为张先生最终 还是倒在了考验的路上 后来呢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就重新要我把这三万块钱给找回去 觉得他这个要求不合理是吗 我没有觉得他多大的过分的要求 但是他明白我没钱 那件事情已经让你心里不舒服了是吗 对那个时候我就说必须得考虑了 我跟你说你没有结婚 你应该很清楚他为什么不再像以前对你那么热情了吧 他应该是失望了所以才会给你提着三万块钱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 他是用钱来烧买我 之前我能够明白他这样子 我不会向他开口的 你的意思是说 我认为他应该是抱着这种真心付出的姿态 对 不要去计较的姿态 对对 过去他能够为我付出这些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有成因 当他不付出的时候你就觉得 他重新又找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又打回原形了 张先生前面说你完全可以告诉他那我们不要在一起 但是他也没有听到你这么坚决的回答 为什么 其实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时间吧 我就觉得还有一点留恋 我也没有拒绝 也想说拖一拖 拖什么呢 就是再看以后的发展 第一 孩子条件过好了 我们都可以有条件在一起 我能不能打断一下 第二 我们换造好自己的生活条件了 也可以有 所以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只有你经济条件好了才有感情存在 好 明白 张先生 你刚才想要说什么 他既然这样讲了我也没办法结果 他说又找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 我对天花式 我在那边武汉那边一天是工作14个小时 白天是10个小时 晚上是4个小时 他就是谈钱花员 这个钱 并不是说你真正的有几百万 三千万 或者说能够满足我的欲望或者怎么样是吧 但是只要能够有共同的这种理想 我们跟他生活还是觉得很有乐趣的 很开心的 你定的目标是你们各自努力 还是你希望跟他一起努力 你的意思是现在这个条件达不到 达不到 我也没有说一定这些债务要你来承担或者怎么样 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过 就是你好我也好 那就最好 对对对对 这样子才能够得更开心 如果我特别好或者你特别好那也行 对 但是都没有呀 必须要两个人一起去创造这种条件了 那个时候来谈接风 那个有反顾的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张先生听明白了吗 是可以等待的吗 我反正今天条件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马上我等一下就走了 你还是这个态度 对 你这样一直纠结下去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在谈前就更上感情了你知道吗 陈女士在现场的态度十分明确 只有具备足够的经济支撑 自己才能在这段感情中义无反顾 可是对于张先生来说 这十年来的分分合合 自己全心付出 却在婚姻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这已然耗尽了她全部的耐心 今天在金牌调解的现场 她向陈女士要一个答案 这已经是她最后的坚持 可令她感到寒心的是 一旁的陈女士仍旧在跟她谈钱 观察员徐成刚认为 陈女士的顾虑固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她却让自己陷入了一个矛盾当中 您追求现实本身是没有错 可是现在的现实 您自己就处在了一个矛盾点 比如说您觉得 她是在用钱来收买你 一旦没有了我的回应 她马上就变脸了 可话说回来 这个所谓收买你的行为 她本身不就是你在用钱来考验她吗 她把所有的钱付出来 是想告诉你我有多大方 我有多有钱吗 不对 她只是想告诉你 我是一个愿意为你付出的人 因为我爱你 因为你是我很喜欢的女人 她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买你现在的 当时的清晨一项 她更多的是想买回来 或者说我们打引号的买 买回来一个能够和我心贴心的女儿 我们虽然是从金钱上面 希望来看到彼此的诚意 但这个金钱的行为的背后 我们要看到的是对方的那颗真诚的心 可是从她的角度 当她用这种形式呈现出了她的心的那一颗 她感觉不到您也有心呈现出来 一旦面临着现实生活的压力等等 她看到的是你会立刻把我抛到一边 我前面所做的东西瞬间变得毫无意义 如果我的付出是如此的没有意义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付出呢 先生这里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一点 你刚刚说那句话谈钱就头痛 我告诉你我也是这样的 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谈钱 她如果真的是一个很虚荣的女人 她根本不可能走进得了你的心 你一定是看到了她生活中 有很多其实是很节俭的 很实在的 很细心的一些优点 你才会那么如此的去眷恋她 那既然如此 她不是一个虚荣的女人 她为什么要总谈钱 你没有看懂 她要的其实是另外一样东西 叫安全感 现实生活中 她一个女人带着自己的孩子 孩子又没有一个好的归属 自己和孩子都在这个社会上飘零着 这个男人的确在对我好 可是当我的安全感还没有完全的获得的那一刻 她的好事会变化的 而这种变化是加重了她的不安全感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怎么做 我不会等到她有难的时候 开口找我要 我再把钱给她来证明我会帮她 我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我所有的钱拿出来 告诉她交给你了 你是我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 今后你的就是你的 我的还是你的 这个态度可能比你帮她的那个时候 拿出的所谓的两万三万还要重要 哪怕这个时候你的积蓄可能只有一万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男人 他在把他的一切交给我 而这个是服嫁的 这个才是证明你爱他的一个最好的态度 场上是一对男女朋友 我会让你帮她的一切交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实挺残酷的 你知道它其实想跟你交往的 但是你还需要再考虑它 你再透支信用 你一直一方在享受它给你的情绪价值 你一方面 你又希望它能够给你物质上的帮助 所以说我觉得你还挺自私的 生活幸不幸福 钱不是最主要的 我们要看到物质之外的 我们感情的东西 在这个现场 我们要看到你们感情浓度的成分 你的情感的情分 这些流露的很少很少 很多的二婚家庭都会很幸福 那是因为他们懂得去珍惜别人 懂得珍惜当下 观察员吴静 希望两位当事人能够珍惜当下 多将关注点放在两人的感情相处之上 而研究绘画心理学的刘怀博 在为双方当事人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他希望通过绘画来表达出 两个人真实的情感状态 各自画一幅画 我的家庭 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和感受画出来就可以 听到这样的主题 张先生选择了一支粉色的彩笔 开始描绘出自己心里的家庭 我们看到他只选取了纸上的一个很小的范围 并且最终完成的画面也很简单 一栋小房子和站在门前的两个人 这个是太阳在这两个人 我跟他两个人 这个呢 这个房子 房子 但是反观另外一边陈御师的画面 无论是色彩的选取 还是图画中的内容 都比张先生的要丰富许多 是一个房子嘛 这些花花草草呀 种点菜呀什么呀 然后这些鸡鸭呀 过着这样的生活 感觉很幸福 你这个房子里边 他会住的是你们了吗 有可能 看着眼前的这幅画 陈御师坦言 这就是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我一直就是希望 以后能够过这样的生活 两幅绘画风格截然不同 张先生的画面简单明了 陈御师的画面虽然元素丰富 但笔触凌乱 在这两幅画面的背后 隐藏着双方当事人 怎样的内心世界呢 刘怀博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通过两位的这幅画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特别 深的感触 两个受伤的人 都想要通过自己的方法 去弥补自己曾经的一个创伤 南方画的这幅画中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会发现 那么大一张纸 画只占了一个很小的一块内容 占的地方非常的小 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一种不自信 力量很弱 使用的这个粉色 其实象征的是男方那种 对女方的一种爱 在女方这幅画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整幅画里边站的面积很大 一些象征物 比如像花呀草呀 小鸡小鸭呀 但其实笔触特别的凌乱 其实也是一个不自信的一个表现 也是一种想要去表达 但是又不断地压抑的一种表现 但是我要告诉男方的是 女方内心里边对这种感情 其实是非常炙烈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两个的关系 在发生这么多事情以后 这么多年了 还能在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还有机会去调解的一个原因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女方对你真的也有感情 只是表达不出来 传递不到你的身上 而男方这一块呢 在女方面前的时候 他都是不是很自信的 他一味地在想要去讨好对方 想要讨好女方 一味地想要去通过自己的付出 通过自己的给予 然后去获得来自于女方的这种爱情 但很明显没有什么效果 能够在笔下描绘出丰富画面的人 情感世界也不会荒芜 刘怀博告诉张先生 陈律师心中 对他也是充满了感情的 只是不知该如何表达出来而已 透过这幅画 再结合陈律师过往的经历 刘怀博向张先生解释了 陈律师曾经一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行为 背后的心理动因 我们说人的一生当中 有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 我们的生活好像总是会重复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你去想一下 女方她的一个家庭是什么样子的 她有两个未婚的儿子 她有一个20年前突然离去的丈夫 其实在你们的交往当中 这一点表现特别的明显 女方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你给拉黑 毫不犹豫地很长时间不联系你 为什么 因为你的身上投射有她自己 曾经的那个突然离去的 另一半的那样的一个影子 我相信在当年 丈夫的突然离去 对于女方的打击非常的大 它会让女方突然间感觉到 整个生活没有了希望 感觉到整个生活的担子 压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种感觉这么多年一直被她 深深地埋传在心里面 所以在这么多年以后 她生活到如今 她形成了一种这样的心理防御 所以你不要去觉得 单纯地以为女方是心狠 这只是她自己 因为曾经的创伤 所形成的一个自我防御而已 防御什么 防御她再次受到伤害 她会对于任何想要靠近她 走进她情感世界的男人 她保持一个非常防备的心态 就像她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词语 叫考验 考验什么呢 考验你这个人是不是可靠 只有你是一个安全的 是一个可靠的 稳定的人的时候 她才能够在跟你的关系当中 去坦漏自己的软弱 才表现自己的脆弱 我给你说这个是 希望你能够去理解到 女方的种种不合理行为 背后的一个合理之处 张先生可能没有意识到 其实谈恋爱是你们两个这种事情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进入到婚姻状态的话 你就不仅仅是跟陈女士一个人去谈了 她其实在你这里是得到了一些感情的安慰的 但是她对她来讲第一位的 真的是要安顿好生活 希望生活有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她在你身上是有时候看得见 有时候看不见 所以你叫她现在去做决定 确实非常难 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让她 完完全全地坚定下来 还有你个人的表现 你对她其实是陈咬金的三百分 就是你可以帮她 你可以借钱 你也可以给她一定感情的支持 但都停留在那个位置 所以她会觉得你是帮了她 你也对她有感情 但也就停留在两个人这种一般性的情感交流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成熟的婚姻 至少有两个要素很重要 一个是态度 一个是实力 年轻谈恋爱 有态度其实也就够了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现实问题 那这个时候实力非常重要 成女士受过生活的很多磨难 但是她其实也有情感需要 她不断地其实是在渴望 在你这里得到一份坚实的情感 接着她又渴望得到一份坚实的现实 所以你们两次 也还有一定的交往 为什么你这么希望有婚姻 这么希望有一支证书呢 其实我认为 你就希望再固定一下 确认一下 两个人的关系 然后呢 在你需要陈女士的时候 你希望她在 那退回来想 两位也有真实的情感 那为什么不可以像很多人一样 在经济技术 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 也能在一起呢 如果在陈女士身上来找原因的话 其实也有 比如说 有没有过多牵挂你的孩子 当你要照顾好你两个儿子的事情之后 恐怕时光已经流走大白了 第二个 什么事情都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你才出手的话 其实没有人敢接受 情感也好 婚姻也好 有一部分其实靠运气 所谓的运气就是会有一些不可控制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两位都排练一下 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放下的 哪些事情是要预防的 最大的风险会来自哪里 把这些东西静下来梳理一下 好好抓住时光 假设确实能在一起 时光不要辜负 胡老师在最后感叹 岁月匆匆 人能抓住的只有当下 凡事都等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以后再行动 也许会错过生活中许多美好 调解随之进入密室环节 调解团队派出了徐晨刚和廖喜玉两位观察员 帮助双方当事人在现实与感情中找寻出路 一进密室 陈女士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廖喜玉 她之所以这么强调经济方面的问题 是因为现实的压力 现在是什么原因 孩子毕竟没签家 我们也缺钱签债 好 那我问你 你现在在外面签了多少钱 四五万左右 我打算我们自己出去做事 赚钱 对 把这些债给还 我也想得很出 如果你不欠这些外债 你也不会去提钱的问题 你也确实被现实的很多事情给压倒了 在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 廖喜玉更加理解了陈女士 但是他同时也告诉陈女士 岁月匆匆 如果把钱作为结婚与否的唯一标准 也许会耽误人生的许多时光 快到五十岁了 如果说还这么多成年了 你敢有自己的生活了 也许现实生活可能压得你闯不过去 但是我还要劝你一点 因为你们两个能十年在一起 虽然是分分合合 合合分分 但你们两个死在在联系着 这足以证明你们两个 还是情感细在那里的 我一起去努力 南方要不就这样的 我跟你在一起 吃饭的钱就你出 生否费用 我的钱就去还债 等我把这些债钱全部还完了 我愿意陪伴你一辈子 就是实打实的 而密室的另一边 徐晨刚从陈女士的人生经历出发 让张建成进一步地理解女方 婚姻不能只冲着钱去 这是很肯定的 那要有爱情的 但你不能不谈钱 那从她的角度上来说 她这个年龄找一个依靠 因为有一点你心里清楚 其实这个女人 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女人 她只是被现实的担子压得太害怕了 压得太累了 对吧 之前张先生的一些行为 虽是无意 却加深了陈女士的不安全感 所以陈女士才会在结婚这件事上 犹豫不决 你要她还钱的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她能够回头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面是这样 只要她真的肯嫁给我 我这一辈子是全心全意地对她好的 我的一切都可以给她的 问题是她不知道 她感觉到的是只要我靠得不紧 你就不给我靠了 这个时候你让她去相信 你要留她 让她怎么相信 而今后张先生应该如何去做 才能让陈女士有足够的安全感 踏出那一步 徐晨刚在密室中直白地打了个比方 密室的两天 徐晨刚和廖喜玉都在劝双方当事人往前迈进一步 抓住这难得的感情 两个人共同面对今后的风雨 最终他们两人回到场上会做何选择呢 陈女士能够放下现实中重重的顾虑 给张先生一个她想要的答案吗 调解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我们继续关注 好 那大家都微笑着 谁先来 好 张先生先来 这是来专家老师为我 求解心理都解开的 我会爱你的 其实我心里是有你的 接下来 犯一种方式来相识吗 好 遇到一个真心对你的人不容易 我不想失去 也想好好地珍惜 你觉得她是那个真心对你的人 对于她的那种方式可能我介绍不了 她心里面她是有我的 我以后会绝对会改变 会好好地爱你 我愿意给你打结婚 好 谢谢啊 调节也结束了 陈女士最终迈出了 令她犹豫许久的那一步 决定和张先生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 共同面对今后生活中的风雨 也许在现代社会中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会面临着这样的抉择 我们究竟是该为了爱情奋不过身 义无反顾 还是接受现实 有了足够的物质保障 再去接受感情的存在呢 说友情银水宝的确太过理想 但未来的变化又不可预知 人能够抓住的只有当下 更何况相比于一个人的默默等待孤军奋斗 两个人的共同努力相互扶持 也许更能够带给彼此 一个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